3月26日,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举办成立以来的首次新闻发布会,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表示,自2019年4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普通护照、往来港澳通行证、往来台湾通行证等出入境证件实行全国通办。 内地居民可在全国任意出入境管理窗口申请办理这些出入境证件,申办手续与户籍第一制。 据悉,出入境证件实行全国通办后可以实现三个都能办。 第一,全国各地都能办,即内地居民可在全国任意出入境管理窗口申办出入境证件,申请材料与户籍地一致。 第二,内地居民都能办,即不受户籍地、居住地等条件限制,内地居民均可在异地申办出入境证件。 第三,出国出境证件都能办,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普通护照、往来港澳通行证、往来台湾通行证等都可在异地申办。 据介绍,这次推出的新举措包括异地申办赴港澳台团队旅游签注可在自助签注机上办理,类等可取。 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称,2019年将有2100万以上人次异地申办出入境证件,今后还将逐年大幅增长。 全国通办实施后,中国内地居民不再需要为办证专程往返户籍地,既节省时间成本又节省持住行费用。 据估算,仅交通费一项第一年度即可节省200亿元人民币以上。 同时,有关公司企业外地员工出国出境不再需要回户籍地办理出入境证件,有利于减少因员工请假停工减产带来的损失,提高因商务活动办理出国出境证件的效率。